其实就是要做到社区 它不要单打独斗 平农科技大学5月31号 举行五项大学社会责任USR实践计划成果发表会 其中唯一生根型计划 理商根经济 临下经济生态旅游的轴带生根 与农林地探会人才培育计划 是平克大将过去与原乡部落累积多年合作经验 并因应气候变迁 转化而成的永续发展计划 像在物台乡就有不错的成果 单纯的采密 其实部落的洋风产业的风险太高 所以我们导入了就是二极化的一个产品开发 像风蜡的一个风蜡布蜡 风蜡蜡烛这种的产品开发 然后另外最主要是结合部落既有的旅游产业 像生态旅游深度旅游的部分 我们把它转化为食农教育的一些体验活动 我知道有人在那边养鸡 那个鸡都很贵 所以那个它的经济价值也是提高很多 那最重要的是对这个教育这方面是最好的 另外还有顺应农业数位化转型 超高龄社会来临 无人飞行器等科技趋势 而发展出的萌芽型计划 最特别的是为保存在地文化 品科大也推出点亮马卡道健康农产业 振养与优化的跨领域计划 结合这个学文史的老师 去帮助这些语言的用 桌游的模式 然后去帮助这个下一个世代的年轻人 把这些语言传承下去 大学12生最主要强调就是在环境的永续 以及一些教育文化 尤其有一些传统文化 我们希望能够把它保存下来 然后还有我们强调讲到这个绿色低碳 我想这是现在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校长表示 除了手众环境永续发展与生态保护 其次就是关注屏隆在地发展缺口 投入大学专业并培育人才 让部落社区得到最实质的协助 袁锡文巴朗 屏隆内浦 尝不到